戰時內閣,主要大家都是很關注戰時內閣,包括由奈塔利亞湖組成 然後有其他反對派、領袖、加迷一齊出來 其實大家共同組成的聯盟,都必須團結 大家的政見不同,以色列人來說是一個生死存亡致戰 所以他們都要團結一致,槍口對外 由總理奈塔利亞湖設立的戰時內閣,總共有5位成員 主要監察現在最大軍事行動的負責 戰時內閣,主要由奈塔利亞湖和本身的競爭對手金慈 金慈也納入了聯合政府 戰時內閣,有3個人 剛才提及了奈塔利亞湖和金慈 以及現任國防部長加蘭特 另外,加多兩個觀察員 其中一個是內塔利亞湖屬於親密戰友 戰略事務部部長,德爾默 另一個是金慈的朋友 即是內塔利亞湖的政敵 金慈的朋友,屬於以色列的前軍事參謀長 喊森科特,都是老前輩 所以你可以這樣看,今次五人的內閣 其實內塔利亞湖也算有誠意 他邀請的金慈,可以選擇多一個人 整個入面是二對二 理論上,國防部長應該中立的 所以今次的組織去計算 內塔利亞湖也算是比較給面子 即是比較中立等等的情況 當然,我們說到內塔利亞湖 即是他自己,成立的利亞德集團 亦是傾向比較右翼的政府 亦將自己定位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 即是他的意思是 以國家安全作為他們首要的任務 他本身就是這樣說 即是他哥哥 就是當年拯救在烏干達的飛機裡的人質 最後成功救出百多個人質的指揮官 不過他哥哥在行動之中身亡 所以大家都能清楚理解內塔利亞湖 他心裡的傷痛可能 亦都成為了他之後 要將恐怖分子趕盡殺絕的這種性格 以及內塔利亞湖 他也很有趣,他說話是很困難的 但做事是蛇龜的 不可以蛇龜 做事不像是魯莽 也是非常謹慎的那種做法 所以他連續連任了兩屆三屆 2009年一路做 斷斷續續,上次斷了之後 然後現在又回來了 但他事實上對打擊 例如哈馬斯 都似乎是沒有手軟的 不過今次,在12月7日發動攻擊之後 似乎他被人救病得太多 他本身也是一個強硬派 所以他暫時的上位應該問題不大 另外一位,我們說到國防部長 國防部長 他也算是出任過一些重要職位 例如以色列的南方司令部 都是將他分成幾個部份 以色列的南方司令部 當然要對著的敵人是埃及 以前提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中東戰爭,南方司令部很重要 因為當時最強大的敵人是埃及 現在比較好 不過當然南方司令部 都要面對加沙的問題 亦都這樣說 南方司令部 即是 我們所說的國防部長 以前曾經做過南方司令部 所以他對加沙的情況 對哈馬斯的情況 亦都很強硬 亦都提及到 他之前差一點可以消滅了哈馬斯 不過當時的政治環境 就不容許這樣做法 我們提及到 這位國防部長 相當鷹派作風 他基本上跟奈塔尼亞湖 不一樣 奈塔尼亞湖 是權衡很多政治後果出手 但這個加蘭特 是傳統的軍奴 他要打就打 另外 例如今次美國 要求以色列延緩地面攻擊 其實 都已經令到美國和以色列 出現磨擦的情況 但似乎 加蘭特對這件事 應該相當不滿 不過 也很有趣 之前 其實奈塔尼亞湖 是炒過加蘭特 是炒過他 但後來 都用回他 始終可能都是一個人才 其實奈塔尼亞湖 其實你做了這麼多年 其實你真是可信的 佈下真的不多 你又要用得到 你用得到他 用到他的才能 你又要信 大家都知道 你越老的 元帥 越老的 國家的元首 你會發覺 更加難找到一個替代品 另一個 值得信賴的將軍 有這樣的能力 也有這樣的忠誠 所以就算你這個加蘭特 是一個頂狀形的 但他的才華 尤其是在南方司令部 那種熟悉 哈馬斯作戰方式的領導人 我覺得 你也沒辦法不留他 另一位 就是我們說到金慈 這位就是 反對派的領袖 他也是軍人 亦在軍隊裡侍奉過 亦做到一些比較高級 例如他曾經做過參謀長 也算是做到很高位置 當然他又是對著哈馬斯的作戰 所以他仍然被抽中了 去做內閣是有他的道理 有與哈馬斯作戰的經驗 今次的襲擊發生 他很快就答應了內塔尼亞湖 叫做領導一些反對派 即是他們我們稱為在朝和在野 他們是在野派 裡面加入了聯合政府 即是加入戰士內閣 當然他另外也有一個盟友 艾森科特 剛才我們說過 他們堅持要以色列軍隊之後 第一個項目 一定要離開加沙 以及要有一個 取代哈馬斯的明確計劃 以色列現在似乎未做好這件事 所以我估計 今次會擇承內塔尼亞湖 要清晰接近加沙的定位 包括打完之後 離開加沙 那麼權力真空 應該怎樣處理呢? 似乎今次會咬住內塔尼亞湖 不放 其實他之前 今次已經是第二次支持內塔尼亞湖 即是他在COVID的階段 無廢當時都有跟他們 去組織一個聯合政府 不過說真的 你跟內塔尼亞湖 一起都不會長久了 所以很快就鬧翻了 尤其是今次之前跟內塔尼亞湖的協議 就是大家做總理 我做總理 但結果內塔尼亞湖當然不會制 所以最後就逼令他們的情況解散 另外我們說到 另外還有兩位的觀察員 那就不特別說了 即是那兩位 其中一位我們說是艾森科特 因為他本身都是屬於以色列的參謀長 你見今次也是參謀長 艾森科特也是參謀長 可能他們都是當時的同事 大家亦都差不多同一個時間進入政壇 這位艾森科特 有打過聚尼亞的戰爭 有領導過北方司令部 即是去打過真主黨 所以他進入我猜 我猜是會去負責指揮國境以北 即是包括去對真主黨的作戰 他的經驗很豐富 所以我相信他接下來會比較主導 接下來會在北部 跟黎巴嫩的戰鬥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從五人小組裡 你會看得出以色列 其實他會今次 頗為針對哈馬斯 即是我們說到 他們的國防部長 加蘭特 金慈 他們倆都是對哈馬斯 以前作戰的手法 是非常之強悍的 另外一位觀察員 主要是從財政 或者內部的事務 會有關係 或者與外交的事務 會有關係 即是比較文職一點 我們說到德墨 會比較文職一點 而艾森科特 也是負責在黎巴嫩北部 很明顯 現在五人小組裡 已經分工了 即是怎樣去做事 內塔尼亞湖 當然就是大腦 最後去決定 所有的政策等等 都是內塔尼亞湖 現在我們主要看到 就是他去控制 這些情況